早在2014年 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 就架設起全球第一條太陽能運河 而美國當前頭痛的乾旱、熱浪等問題 為電力和水力的供應上 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 加州的科學家們決定嘗試 在運河河面上安裝太陽能電池板 以疏解缺電與缺水的危機 將成為美國太陽能運河計畫的先驅 美國加州中部的公用事業公司 正在推動一項專愛 將在不占用更多土地面積的情況下 為加州提供額外的可載專能源 他們計畫把太陽能板 架設在光水的運河系統上投 此外 運河水可以冷卻太陽能板 提高發電效率 在太陽能板遮蔽下 較低溫的水還可以抑制水中藻類的增長 維護水質 這項接受美國政府資助 耗資2000萬美元的專愛 將有駐加州捷徑能源的發電量 在2025年達到50% 2030年達到60% 這項計畫最早將於10月中旬在選定的試點 希克曼和塞雷斯兩座城鎮的運河河段破圖動工 提前 趙瓦租一位75萬個家庭工店 若太陽能電池板覆蓋加州 6437公里的運河 將可以節省630億加侖的水 就能為200萬元提供足夠用水 並灌溉5萬英亩的農田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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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